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测试后应检查SCP-3118是否磨损 随必要进行维护 当前 暂停所有对SCP-3118的测试 描述 SCP-3118是一贝瑞塔M9手枪 其异常效应只在使用其对人类的头骨发射子弹时处罚 对身体其他部位发射子弹会造成正常枪伤 除非子弹穿过头骨的任何部分 否则不会启动异常 以此方式发射的子弹 会在接触到头骨时消失 SCP-3118之一会代替伤口与喷出污 出现在头骨位于弹道另一侧的位置 SCP-3118之一是对象在过去一生中 曾作为无餐进食的魔物的完全重显 包括用于进食的容器和餐具 只被部分进食的食物会如其被呈给对象时一样的状况显现 只有在早上11点到下午3点期间 被进食的食物会以此方式显现 对同一对象使用SCP-3118的次数越多 其他原本为该表面的物体被替代 但从未造成显现物体泄漏或被打翻 如果对象所在房间内没有其他表面 物体则会落在地板 清理SCP-3118之一显现的对象 生存率一般为66% 对幸存对象其唯一的影响是 促称有耳鸣或头痛 偶尔为偏头痛 当前为知SCP-3118如何会导致 警被涉及头骨的人员死亡 此过程中并无骨骼或脑组织受到干扰 附录 测试记录 测试编号 最初发现 日期 2015 年 10 月 9 日 对象 助理研究员 Cody Cribon SCP-3118之一描述 塑胶容器 装有重新加热的辣肠披萨 1.18公升瓶装排 罐装啤酒 4个包装好的 珍果巧克力 被注 从事故中幸存下来后 助理研究员Cribon自行找到SCP-312心理医师 上交SCP-3118一公分级 心理测写表明 工作相关压力和家庭亲戚问题引发自杀余年 在调任Sci 并进行基金会资助人际咨询后 当前育后乐观 测试编号1 日期 2015 年 10 月 16 日 对象 D10331 IACP-3118之一描述 一碗基金会标准营养配给以及汤匙 一杯水 备注 标准低级饮食 对象存活 测试编号3 日期 2015 年 10 月 18 日 对象 D10331 IACP-3118之一描述 一碗鸡肉汤面以及汤匙 35个起司口味鲸鱼造型饼干 放在三斤纸上 一玻璃杯的牛奶 备注 对象表现出对餐食怀旧而高兴 称这是其童年生病的餐食 测试编号6 日期 2015 年 10 月 19 日 对象 D10331 IACP-3118之一描述 白色一体明解物 却认为忍辱 备注 对象死亡 测试编号12 日期 2016 年 1 月 12 日 对象 D10187 IACP-3118之一描述 233 只活家鱼 145毫升的土 备注 对象解释说他曾在7岁时 被凌家霸凌者强迫而吃下了几把蚂蚁 之后对象发现出现异食癖 对象进一步解释说 该霸凌者为他的事迹印象深刻 之后成为了朋友 测试编号29 预期 2016 年 10 月 27 日 对象 D10422 SCP-3118之一描述 6 岁 2010 年 5 月 14 日 在欧勒冈州克拉玛瀑布被报告失踪 钢具屠宰刀 叉子 被注 对象在被控于2008年到2010年绑架 并谋杀了三名失踪儿童后被判监警 尝试将对象与其他失踪儿童 包括 单件展开关联 但未能成功 SCP-3118之一 在被确认DNA是原对象复制后出决 令D10422 接受更多测试的申请 被站点主观否决 以上就是SCP-3118 简单说 SCP-3118是一把手枪 如果就把手枪射到头部 会从另一端喷出这个人过去曾吃过的一次午餐 精英会将枪用在一个小孩绑架饭后 出现了一个小孩 实在是有点地狱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我支持我们SCP后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